谁啊 你怎么蹲跑来看我的妈呀 姐 我能见到你的裙子还高高写吗 这么大老远 你来借衣服 你不会去见网友吧 你可真行 生活中能盲目过的还借网友呢 你知道现在外边的人多坏吗 把你杀了我去哪儿找你啊 哎呀 根本就不至于好吗 而且我跟她走近聊了四年了 我知道她是个好人 这你都出来了 行不行吧 跳吧 你带我去看吧 那也不行 那也太贵了 这个这个 这也不行 这不适合你 这么贵 我去吃个白的条 这也不适合 那个 那个 那比较可爱 这个稳定一下 我去试一下 你在这儿试吧 还有什么羞啊 我的衣服就是好看 不过你穿成这样去见网友多危险啊 万一对方起了贼心怎么办啊 你记住了吗 有什么不对的 马上给我打电话 哎呀 没事 姐 你说地址了 反正你一直观察着 一旦有意外 立马撒嘴就跑啊 哎呀 好了 好了 我没事 我先走了啊 打电话 书冬先生 你出发了吗 即将见面 我有些忐忑 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进入恋爱模式的小男生 你说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爸这么好的你 就这么拱手相送了 我能体会你的心情 因为我也忐忑着 顺便说一下 我穿着白色的T恤 不会在湖边走廊等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真的就把我当成一个司机了 怎么样 真的不需要我陪你进去 你一直是我的好司机不是吗 你确定我的衣服可以吗 非常好 好的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可能吧 朱董先生 您到了吗 我已经到了湖边走了 怎么可能是他呢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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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丹桥是朱董先生 朱董先生是赵丹桥 这不合理呀 怎么可能呢 你 说句实话也不会伤你自尊 这世上百分之九十的男人 都不会对你任何的非分之下 嗯 看不出来你本事没多少 自尊性还挺长的 你不是当过多年的导游吗 脸皮应该挺厚的 你个臭 人身攻击 真厉害 我们走吧 洪小豆 你到哪里了 我想我们见面是惊喜的快乐 怎么 我 我 我在公交车上呢 可能还有半个小时 或许一个小时 如果你要有急事 咱们改天再约呗 我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期待与你的见面 无论是一小时还是两小时 多久我都会在这里等你 完了 完了完了 彻底完了 怎么办呢 我 喂 姐 慈夏你到了吗 我 我到了 见着网友了 见着了 见着了 哎呀 没没没 没 没见着 你干嘛呢偷偷摸摸的 到底见到没见到 我 如果不行的话赶紧跑啊 姐 姐 你先别挂电话啊 你能帮个忙吗 你现在赶紧过来一趟 哎呀 我求你了 你救救我吧 哎 你别问我原因 你过来我再告诉你 哎 对对对对 我在那个公园的 露天剧场这儿等你呢 行 赶紧来啊 要快 快 都一辈子 imi 感谢观看